大家好,我们是新加坡瑞兴创意华文聚心,我是宋老师。 今天,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。 故事的名字叫《我的家》。 作者,万一光。 范亚出版社出版。 咪咪喜欢在外面玩耍,不想回家。 咪咪喜欢在外面玩耍,不想回家。 天黑了,它想睡觉。 小狗说,你不能进来,这是我的家。 小狗说,你不能进来,这是我的家。 小鸟说,你不能进来,这是我的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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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鸟说,你不能进来。 咪咪只好回到主人的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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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舒服啊,这是我的家 多舒服啊,这是我的家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,欢迎分享 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听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故事等着你吗 每周一,周五,晚上八点半 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的世界吧 晚安,祝你们做个美梦